今天我請來的這位朋友有很多的別號 有人叫他公職王 也有人叫他港版馬英九 最近他好像跟汪明荃姐姐有很多爭拗 他就是陳智詩Bernard 陳智詩出生自金融世家含著金鎖匙出生 但在19歲的時候發覺患有血管收縮症 曾經社裡逃生的他對人生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被譽為公職王的Bernard 在多年的從政生涯裡面經歷過多少起跌得失 很高興有機會和港版馬英九共進法局 謝謝你 Bernard 喜不喜歡港版馬英九這個稱呼 看看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你是從一個政治角度 是不是暗示了我要去更高的政治位置 我當然不想讓人這樣 你知道香港很敏感 當你認同名字 人家會問你是否有更高的政治抱負呢 所以我不敢認同 那你覺得哪個層面沒有什麼所謂 如果健康的層面就不錯 不是英俊的層面 不是英俊的層面 不敢認同 但是你知道馬英九喜歡跑步 喜歡運動 這就和我自己的嗜好很相近 不過說到你的嗜好 最近似乎你是嗜好另外一個行業 不斷很大力去倡議 公平貿易 究竟是什麼來的 是不是很多貿易不公平 其實老實說一句 是的 以前我未參與公職之前 就是營商的 說真的 我們營商當然是從商業的利潤角度去看 我們很少照顧到其他事情 但是因為這幾年有參與很多公職 又參與樂施會 我越來越發覺到 其實真的 可以自己感受到 其實世界上的確是不公平的 什麼不公平呢 其實就是見到一些比如說我們營商的人 還有一些比較是農民 甚至有時候我們每件吃一件東西 甚至我們現在有一碟的辣椒 背後去種這些人 究竟他的收入 是不是和我有性正比的呢 我們說是不是做到很公平 我相信全世界沒有一個 什麼叫做最公平的 但是最少我們在認識這個問題上 我們作為商界一份子 應該要先走出一步 其實你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貿易的世界裏面 特別是原材料的生產者 譬如農民那樣 他們買一些貨給一些商人 他們受到剝削 不要得到他們應有的酬辱 是的 因為大家比較容易明白 比如咖啡 我相信去一個咖啡店 你買一杯咖啡 你所付出的費用 和原材料的咖啡豆 那個農夫所得到的收入 當你知道究竟 我想距離是可能 我沒有一個數字 我相信可能是 百分之零點一都不知道有沒有 甚至可能他們一般的基本的生活 都未必能夠可以維持到 那究竟是不是公平呢 當然你不是說 你付出50元一杯的咖啡 你不是把50元給他 也不可能 因為當中有很多 不同的角色扮演 也有很多其他人 因為你付出50元 他可以維持到的生計 所以也不是這樣說 不過究竟 是否可以有更加公平的 其實有時候我買東西 都會看到一些標籤 寫著這個是公平貿易貨品 誰來定這個貿易是公平的 其實有一個世界的組織 它的世界組織就是一個 好像一些驗證的 由他們去承認哪些產品 是可以放這個商標的logo上去的 其實可能的力量 在消費者那裡 你只要推就是推這個教育 大家支持這個理念 就是去買那種公平貿易的產品 是這樣的 那就是我最多做到的 是啊 我想一步步來 我想我們也不可能一步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究竟我認同你 那是否有取締的品 是否有很多選擇 其實我們還沒有去到那個位置 我要對你公平一點 讓你吃了第一道菜 先是折瓜花其心燉花膠 我這一份就是 折瓜花菇王耳燉花其心 好 好清甜 你跟那個有什麼分別 是少了一些肉 是的 我沒有花膠 說到原材料農業 我相信跟你其中一個國籍都很有關係 那裡出了很多米 就是泰國籍 那你就有三個國籍的以前 以前 美國籍 泰國籍 當然是中國籍 美國籍 我知道你放棄了 待會我們再說美國籍的筆 泰國籍是怎麼來的呢 為什麼你有一個泰國籍呢 還有一個泰國名字叫什麼 我的名字叫Chan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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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時代 其實很多在南方 很多的中國人 其實他們去到東南亞求生 變成我祖父就去了泰國 他在泰國 但是我們是潮州人 所以你看到其實在泰國 泰國差不多六千幾萬 七千萬人口 都有成五百萬的中國人 五百萬中國人之中 我想七成都是潮州人 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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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就是潮州 你看一下 在印尼就是福建 祖父算不算是在泰國 白手興家 還是已經有家業繼承 那個年代其實每個人 都是沒有東西的 全部都是白手興家 我相信不只是他 所有人都是 但是他在泰國 我知道盤谷銀行 他是創白人之一 他怎麼起家 你知不知 其實我祖父 他是讀過小學 所以說其實 看起來 有時候都覺得挺奇妙的 一個讀過小學人 怎麼可以做一個銀行家 但是那個年代 我相信 除了他自己 有些聰明 可能他計算又快趣 所以 也可能以前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麼多學歷 所以他可以給他機會 我想最重要就是他的勤力 他什麼都肯去試 肯去做 但是當然以前的銀行 今天的銀行是生很遠 我記得他很多人都跟我說 我爺 那個年代 他們借錢 和貸款 和今天很不同 其實那個年代 其實很看信用 他的眼光很重要 看到你Steven 他看完你已經知道 我信不信得借錢 看他信用 你信不信得說 信不信得說 那個信用是很重要的 現在盤谷銀行 你們的家族仍然是擁有的 當然現在銀行很大間 我相信我們不可以說是我們擁有 其實我想是所有的基金精美的擁有 但是我的叔叔仍然是管理層 他仍然是今天的主席 我唐哥就是銀行的總裁 當然我們大家都是股東之一 但是你說我們可不可以說是我們 絕對不可以 你們泰國很大盤人 據我理解 我爸爸有五個弟弟 一個妹妹 可能在泰國的社會 不知道為什麼 最少我認識的 我這些堂兄弟姊妹 他們個個都最少三四個五個 一些五個 農民的國家 雖然他們不是農民 所以你說人數都是幾十人 真的幾十人 我想你都認不完 我認識了 認識了 不過你說我看不記得他的泰國名字 怎麼讀呢 就未必認識了 你那個怎麼讀呢 Chan Wood 你的姓 Sopompani 他們個個都Sopompani 所以泰國的好處是什麼呢 你看到我的姓 就一定跟我是直屬的 只是你們 因為泰國女士一嫁出去 就不能用父母的姓 好 讓你先吃東西 這個是黑松露XO醬炒金銀蝦球 這個可以試一下 特別為你準備的紫天椒 不需要用到你的私火了 我這一份是黑松露炒上珍 好吃 這個真的很香 黑松露味 XO醬可以吃嗎 也有一點 吃得到 不過 XO醬始終有多些油 多些油 有鹽 所以我其實不是吃很多 你的家族在泰國 是不是你 我看過一個報道 是你的四審 很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是黨魁來的 是嗎? 你也問起我 他是不是黨魁 他一定是一個很高級的 他好像做過副黨魁 他有沒有做過黨魁 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他現在是做了現界的政府的一個部長 不過唯一就是 你知道泰國一年兩年 整天都在泰國 政府都換了不知幾個了 所以大家在家裡自己都在想 究竟他可以做多久 這麼多次政變沒有影響到你四審嗎? 之前他沒有錯過這些部長的位 這次是第一次 所以之前我想不是影響那麼大 但是你知道 當你那個人錯了一個位 比如他做到部長的位 當然有很多不同人的攻擊 等於香港一樣 你們家人有沒有擔心他 不如不要做吧? 我想有的 其實我知道我爺爺在生的時候 我想他應該不是很鼓勵我們去從政 我猜應該是 因為我爸爸曾經都跟我說過 所以我1998年去參選立法會的時候 最初他是不贊成的 爸爸不贊成 不贊成的 因為我記得他跟我說過 參政好像吸毒品一樣 一做了你就抽不到新出來 就越做越多 而他是不想的 因為他想我去幫他做生意 所以他最初的時候是不表示支持的 當然我最初也都 其實他是對的 但我最初做的時候 不是啊我只是會試一下 我跟他說你放心 我一定會繼續幫你做事的 就是這樣 你小時候會不會萬千寵愛都在你那裡 讀書成績是否很頑皮的? 小學 絕對很頑皮的 我記得我班主任跟我說 你沒有什麼前途 在這裡 爺爺給你最大的印象 或者你在他身上學到的 很多 雖然我 在他的口中學到 就不是 其實我很多都是看書 甚至很多是聽其他人說 講回他 因為他 的確是影響了很多其他人的生命 因為他 我想很多在那個年代 他幫過的人 所以這件事 我自己都很有感觸 就是 你有多少錢 這個不是最重要 而是說真的有些人 是覺得 口述回去聽 他怎麼幫過我 怎麼改變我一生 聽起來其實你真的很敬佩 就是 這種感覺是更重要的 你說 你賺了多少錢 他過世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有去泰國 就是 很隆重 很多人 很多人排隊來去 就是去鞠躬 泰國的國王 都有遇刺一些東西給他 泰國國王就很崇高 變成了 那個場面是很感動的 你爺爺的大兒子 應該就是寧孫勇你爸爸 沒錯 沒錯 但是他就把他叫來香港做事 反而他不留在自己身邊 那時候爸爸會不會覺得 或者有沒有跟你生過 是不是那個爸爸不要他 叫他出來香港 第一就是沒有 不過我猜 跟他那個出生有少許關係 因為他應該是唯一一個在大陸出生 而且他的確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成長 所以我想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就是我爸爸就是負責 海外事務 海外事務 你在你爸爸身上 學到最有用的人是什麼 我爸爸是一個很隨和的人 我想我從小時候 給我一個感覺就是一個很好先生 他很少發貨 在我家最嫌的那個就是我媽媽 我爸爸就很少 媽媽是最惡的那個 絕對是最惡的那個 我爸爸就很少理 他很少一個好先生 所以就 這件事是我學得最深刻 就是怎樣去 不要發病 是的 你一共有兩個姐姐 兩個姐姐 一個哥哥 你最小的 是的 那會不會萬千寵愛都在你那裡 小時候 其實就因為我大哥和我兩個姐姐 那個年紀跟我相差很遠 我哥哥大了我11年 他叫Steven 他大了我11年 我兩個姐姐大了我10年 和9年 我記得我小時候 好像只有我自己是獨仔 你沒有哥哥沒有姐姐 因為我哥哥和兩個姐姐 到了他十幾歲的時候 就去了海外讀書 當然我和父母這方面的關係 也比較接觸多了 再加上另一個原因就是 可能我爸爸三十幾歲的長生 那時候 其實那個年代 可能你擺的時間是多很多 到我長大的時候 可能我爸爸媽媽擺在我的時間上 就多了一些 那你即是說真是萬千寵愛 因為客觀環境也都改變了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爸爸把那個衣缝 話事權都給你了 你現在在你的機構裡面 也不是的 我們都很重視那個成效的 所以我的公司 雖然我們是上市公司 但是股東當然是我們的家族 那我是幫我的家族打工的 但是你職位比哥哥哥 其實職位是個名銜 最重要是究竟你實質做了什麼 其實我大哥都是負責我們投資的 我們吃粥吃飯都是看投資的 所以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哥哥沒有不開心嗎 你們很融和的 我和哥哥一起住 其實我們一間 我們很傳統的 我爸爸很傳統的 他很希望我們一起和他一起住 我原來是一間的房子 四層樓的房子 後來是重建 重建了變成一個八層樓的房子 不是房子 是一個大廈 基本上是一個大廈 小學 小學絕對很頑皮 因為我最記得我小學 因為我是最後一屆 考這個星中淘汰士 那一屆 那一屆 那時候還有分 正考三科 中英數 我還記得我的分數 那時候是考五三五 五之後就是肥佬了 那我的五是數學和中文 三是英文 一是最高分的 一至五之後就肥了 所以我那時候 五三五 我記得我班主任 跟我說五三五 你沒有什麼前途 你都單獨說 還是一班這樣說 我記得好像是 我上去拿我的成績 表演成績去說 那你不是很傷 為什麼我還記得呢 四十年後我還記得 有沒有覺得自己 完全是沒有希望的當時 實際上 那時候根本就 他講的有沒有希望 沒有希望 其實根本我都不在乎 沒有什麼感覺 不過我記得他講過這句話 爸爸媽媽有沒有 很為你的前途 憂心 還有覺得 糟了 很沒面子的 這個最小的兒子 最疼的 可以說的 給他那麼多時間 學業的成績 不如理想 有沒有給到壓力呢 有啊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候 因為我拍了五三五 那時候都是電腦派位 我派不回去我原校 你的原校是聖略室 聖略室 反而派了去一間 我想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地區近 就派到最近那間了 所以那時候 初初出來的結果 我忘記是我爸爸 我爸爸媽媽 多數英國的媽媽 就不可以接受 就不斷去幫我找其他安排 其實靠人士 靠很多東西 幫我找到拔稅 去寄宿 但是最後呢 我估計 可能因為我媽媽的反對 好像她覺得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他兄弟姊妹 已經離開了香港 只有我一個 她不想我走 因為那時候去九龍 地宿很遠 她覺得不應該走 應該留在這裡 我父母說算了 算了 算了 讀住 遲些送來外國 剛剛那年 就是我大哥結婚 所以可能 大家未必 有那麼多時間 不算了 就去了 電腦派了我去那間學校 就是梅桂江 是的 那是轉類點 因為其實去到梅桂江之後 是令到我 是脫開玩骨的 究竟怎樣鐵胎換骨呢 讓你吃完下一個菜先說 和你介紹一下 你的菜先 千絲大千炒大子 我這一份是翡翠常素 讓竹生卷 為什麼玫桂江改變了你的學業呢 其實我想是首先 其實在小學軍的時候 我想 我也不是刻意的 不可能作為一個小孩子 可能根本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志氣 根本就是一個普通學生 根本就是得過者過 考試考成都根本沒有關係 但去了玫桂江 幾元考慮 我想我一定要多謝我的班主任 因為那時候的班主任 就一入課就找了我做班長 因為可能做了班長 你自己有一點覺得是有些 的殺人感的 不可以的 你做得好一點的 所以變了 就是 自此開始 就是那個 那個 我想無論是讀書 或者做很多事情 都 用心是不同了 那再加上呢 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也是 就是玫桂江的水平是適合我呢 所以其實我現在很多時候 被邀請去跟學生 或者很多人聊天的時候 我經常都說 未必一定說 我們盲目去追求一些 一些人 我們是適合他 其實可能他 他水平水準 可能未必適合他的 我想回 如果我那天 是我父母因為靠關係 我硬去拔水 我相信我未必今天跟你在聊天 就是 因為去到拔水 我一定可能也是 去到最低的 可能我根本從來沒有一個機會 給我去發揮 但是去到玫瑰江 我不想說他的水平差 但我也未必是 差不差 是好看自己的個人 尤其是家學都不錯 絕對不錯 我覺得是最好的 在我來講是最好的家學 因為他幫了我 很大 給了很多機會給我 所以在那三年 我讀了三年 讀了中三 我也說了 在各方面 我絕對相信玫瑰江 令到我今天可以做 我當然離開了玫瑰江之後 去了美國讀中學 然後美國讀大學 但他給了很多 最基本的基礎給我 所以我 今天讀到我自己的子女 我也不覺得 你是不是一定要盲目 他哪些認為人家好 那些就是好的 他未必是適合你 我知道你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才發現自己 有這個血管收縮症 嚴重性到醫生說 要即時做開刀 要做搭橋手術 這個病 是不是隨時會有生命理解 關於北九 那個裁判處 應該怎樣用法 那你跟別人說 你說北九不是大聲就可以的 你是不是其實指著汪明荃 那你怎麼知道 你一直在選擇 你怎麼這麼做 嘢